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 非常的欢迎你们 谢谢你们 人生如梦 我们投入的的确是真情 世界全爱了我 我们不能不爱他 这就是迎创创新与愤怒的写照 今天欢迎大家走进迎创 梦见系列的梦露彩色阳光的现场 这是一条在彩色的世界中 保持着黑白骨感的阳光露 你记住了迎创3D打印建筑的黑白 简洁单纯与果淡 更要在今天记住迎创 青年开始勇敢地追求 创新阳光的色彩 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这是迎创丰富而张扬的 迅逆奇才 世界全爱了我们 我们不能不爱他 迎创要用秩序 创新的爱给全球的3D打印建筑 多彩的美丽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马一和梦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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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嘉宾 今天你们来到我们这个3D打印的 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再一次相聚 你们怕不怕 如果你们怕 我等一会儿呢 就用一些数据和标准告诉你们 这是安全的 但是你们如果 怕银创3D打印这个技术 在全球的应用的这个速度 我觉得是对的 好 下面我就用 这个我的PPT演讲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七个月以来 我们上次的发布会是9月27号 到现在将近七个月 我们在这个园区 我们到底做了哪些 好 那我们回顾一下 时代在召唤 政策已宣行 我们国家为3D打印技术 为新基建 为科技 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银创的梦想 就是我们希望 发明一种技术 创造一款产品 可以广泛应用于市政 水利 道路 建筑 以及地下等工程建设 推动传统 这个制造业的 绿色升级改造 以科技富人 行业 治理环境 改善生态 创造价值 那么我们看国家在十三五 城镇化技术预测 对3D打印 是怎么讲的 我们再看看 中国制造 2016的发展纲要 都大篇幅地提到了 3D打印的应用 这个各种 各种政策 全国各地 也出了大量的地方的政策 关于环保 关于科技 我们看特别是在改善 农村住房条件的 这个居住环境 美丽乡村 包括这个钢结构 装配室 等新型农房建设的 一些试点 好 银创我们正在启航 银创 借着到目前 我们已经研发了 全球335项的专利 六大核心产品 六大核心技术 和五大产品 我们看到 从银压剂开始 到我们研发的 3D打印的食材 到SRC 到符合索尿的 这个树脂打印 一直到我们今天 可以打印 各种各样的建筑 当然银创也获得了 各地政府 对我们的认可 本人也是 08年 苏州的科技领军 那我们今天 不光在中国 打印各种基础设施 打印各种房子 我们也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打印各种建筑 那么我们今天 已经走出了国门 好 我们回顾一下 银创坚持 每年都要有一次发布会 公布我们今天 到底做了什么 那我们看看 这是我们 2014年的发布会 打印了这十个房子 引起了全球 对我们的关注 九个月以后 我们打印了 截至到目前 这个六层楼 还是全球目前 最高的六层楼 这个楼 已经过去了六年 还有一个 1100平方的别墅 目前 这个六层楼 在全球 现在还是最高的 我们16年的时候 有基础设施 18年的话 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国家 打印了很多的建筑 18年 我们每年都会 跟各地的政府 也有一些合作 这个是我们去年的 发布会 我们成立的标准联盟 在他们的支持下 我们的速度 也是推进的非常快 更得到了 全球四位总理的关注 特别是我们 现在的副总理 韩正 当年在上海 市委书记的时候 亲自来我们 为大张江打印的 十个房子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今天我们所在的 这块地 就是因为当年 韩正书记 要求我们在上海 做一个研发基地 那么我们也没有辜负 他对我们的期望 那今天 接下来我会 把这个地方 我们到底 做了一些什么 给大家一一地回报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 李兰青副总理 也来到银创 对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给予了很高的肯定 特别是我们看到 国外的叫 莫哈莫德这个总理 派谈队来银创 让我们为他 打印了17个办公室 而且他很珍贵地 放在了他的办公楼下的 花园里面 而且今天 我很荣幸地告诉各位 这17个办公室 今天已经获得了 吉利四世界纪录 当然了 他也为我们的3D打印技术 提出了作为 迪拜的国家战略 十年之内 迪拜将四分之一的建筑 必须是3D打印建造 这让我们在东东 开拓了大批的市场 还有就是这个叫 托尼的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 帮助我们 引进到澳洲去 在澳洲专门打印 海洋生态 人工余胶 好 这个我们过一下这个案例 这就是我们 5年前 我们打印的6层楼 一天一层 三天安装完的 一个6层楼 到今天为止 这个楼很惊讶的 是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裂缝 这个使用到 当时我们国家的一个 叫配金气体的标准 打印的 用我们安全司的 司长的一句话 这个 他管建筑 管了这么多年 没有建到一栋建筑 没有裂缝的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混泥土 它有一个特点 是带缝工作 而这个楼是没有裂缝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材料 就是3G打印的油墨材料 加入了纤维 所以说它的耐久性 抗震性都是非常高的 欢迎大家 你们现在还可以再去看 在搜楼 下午我们都会去看 当然这个是我们为 当时的汤城 打印的1100平方的别墅 这个就是 已经获得吉尼斯世界记录的 17个办公室 这个要做个建筑的人都知道 我们这个建筑 我可以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9米7的跨度 3米8高 仿生建筑 这么大的跨道 12分之L 要800厚的梁 而我们这个房子 只有300 而且中间是空了 用到12毫米厚的混泥土 建造了这样一个房子 到今天位置 我们这个门口还有一栋 就是这个房子 所以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难 而且我们在五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这个楼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很多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吴江的一个项目 一个别墅 保留了3D打印的这个基尼 这个是我们现在为美丽乡村做的一些项目 苏州园林 我们用这个扫描仪 扫了苏州园林的屋顶 然后我们打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出来 建了一个模型 这个装配式的钢结构建筑 那么装配式的钢结构建筑 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维护体系 那么我们今天3D打印的银痕石 这个体系和钢结构能够完美的结合 用我们住建部的司长说的话 你这个维护体系才是装配式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这个完善版和提升版 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我们苏州 当时这是一个32层的楼 我们拿了27层和28层 在那建了两层 两个单元 这个下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楼 这是我们3D打印的银痕石和青钢房屋 木头房屋的一个结合 也在我们苏州园区 这都是为美丽乡村做的一些房子 这是我们自己银创的工厂 在我们十年前 我们就已经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台 连续的3D打印银痕石的技术 就是一条流水线 就是一座矿山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想获得食材 一定是要开矿的 挖矿的 包括它的加工切割 对环境的污染都是很大的 而我们今天用不开矿的方式 只要有建筑固费 只要有工业固费 只要有矿山的尾矿 我们都可以制造这种食材 包括今天我们女娘室的我们市长 我们女娘室到处都是煤干石 这都可以制造我们的产品 包括我们重庆 还有我们重庆的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看 我们用这个3D打印的技术 可以制造各种基米 各种颜色的天然食材的效果出来 而这种是不开矿的 是用我们身边 我们废弃掉的这些资源 在我们公司没有垃圾 在我们公司 所有的东西看到都是资源 都能够得到应用 只不过是我们放错了地方 好 这是我们为 这个我们 这个苏 用我们苏州这个航道处 一起共同研发的 苏州外港线的这个航道 这个400米的试验弹 这个是已经做完的 下午我们会去参观的 我在这里不多说了 后面我们还有 好 我们看看这个航道 这是我们今天 在我们的展厅 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营创的小伙伴们 我们最新的 这个生态的河岸线 我们过去的岸线 传统的岸线 就是一个火力土灯子 它没有考虑 动物 植物 生物和维生物 它们的家园 对它们的破坏 那我们第一期的 我们这个河岸线 我们看到考虑了种植 留了各种的 这个生物洞 洞穴 给它们栖息 那我们看看今天的 那我们这个岸线 等一会儿大家会后 也可以去看一看 你看我们 考虑了动物 植物 生物和维生物 它们怎么样 它们的家 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家 我们请到动物专家 植物专家 生物专家 去研究河岸线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这就是我们新的 那我们看到 这后面的这个空腔 就是我们将来要用 我们的各种顾费 做成一个个的 这个抛石 放在这个笼里面 然后前面看到 这都是给我们的 做的鱼巢 做的鱼巢 这个非常生态的 生态的一个岸线 上面是种植 那我们再看看 中国有多少的河流 现在需要治理 这个市场是多么的大 光我们收入这次的 河岸线的治理 就我们航道处的 王局长说 就有2800公里 如果都采用这种岸线 我们想想 传统的方法 大概8000到1万 而我们呢 成本极其的低 而且做出来的 关键是生态 考虑到我们生态环境 整个全国的这个市场 是过万亿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跟苏州 这个绕城高速 我们宋总今天 也来到现场 我们城处 也来到现场 那么我们呢 这是我们也是 花了几年的时间 我们共同研发的 这个生平障 那我们看看 全传统的生平障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是这样的 金属板啊 这个有机玻璃啊 还有穆斯西纹板呢 目前很多都很难达到 我们老百姓的 这个要求 就是这个生平的要求 这个歌声呢 还是满足不了 而我们今天 通过我们回收来的材料 打印出来的生平障 然后我们看到 它的歌声效果 比我们 现在我们测下了30分贝 过去大概 新的3到8分贝 旧了以后 大概就是3到5分贝 而我们一上起 就是将近30分贝 这样老百姓 就不会再涂数了 解决了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 而我们呢 通过我们的设计 除了很漂亮的基礼 满足升学 而且我们在上面 还增加到这些 种植的功能 这个可以种绿化 将来这些 爬满的各种植物 都是很美的 同样我们看看 这些数据 中国高速公路 这个总体程 已经达到 14.3万公里 这个我们现在如果 按照5%来计算 大概有4.7万公里 是要做这个生平障 传统的价格 那我们再递比一下 我们现在 那么我们的 从成本造价 从它的赖酒性上面 那钢结构 和其他材料 符合的这种生平障 我们看到的 每年 这个都会有维修 钢才会生锈 而我们现在的是混沥土的 这寿命比它要长 不会再维修了 特别我们看到 这样一张照片 也要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沃萨运 给我们提供的石墨锡 我们用石墨锡的运用 运用到我们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今天也运过来了 一块样板 我们试验完的一块样板 也在现场 它是超级的轻 专门用于我们的高架 桥上面的生平障 和我们的这个桥梁 上面的生平障 它的重量每平方 只有几十公斤 所以说呢 同样的我们这个生平障 我们看看 它的产值规模 有两千多亿的市场 而且大量的可以消化 我们的这个工业雇费 和一些这个建筑雇费 当然了 这也是我非常感动的 一张照片 那么我们知道 今年的疫情期间 我们当时得到了 这个火生 要建火生山和雷生山 我在我们的这个员工群里面 发布到这个消息 我们的几乎我们所有的员工 都愿意请站 说我们能不能联系 我们去建这个雷生山 火生山 当然由于各个这个原因 我们没能够参与到里面去 那么后来我们得到闲邻 需要我们提供 这个十五个这样的 这个歌迷屋 我们马上记中我们的人力 有的员工已经 这个过春节回去了 那么总之我们在周边 没有回去的一些员工 我们立马投入 投入到这个 抗欲的战斗中去 我们打印了十五个房子 当天给他们送过去 这是我们过去的过程 包括这个找这个车辆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我的朋友圈的朋友 为我们联系的各种车辆 一共出了这么十几台车子 把我们拉过去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在看到的这个园区 我们今天的这个楼 那么这个楼 我很欣慰地告诉各位 截至到目前 我们在这个基地 就这短短的 七个月多月的时间 我们看看 银创在这里 创新了三十多项新的产品 虽然我们这个工厂 还没有建完 但是我们已经 研发了这么多的新产品出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产品 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就看到有一个房子 就是我们的现场 现场的一台打印机 那么我们获得了 两百三十多项 这个科研的数据 所以说我在现在 我告诉在座的各位 我们这个房子 它的安全系数 它的强度 各方面测试的数据 比我们的传动 有大部分都要高 而且有的超过了两到三倍 所以我们都是有测试的数据的 而且我们也申请了 53项到目前 在这个园区 我们已经申请了 53项的国家专利 这个地方内行 你们都可以细细地去观察和看 比方说我们看到楼梯 这个我们已经用到了 C150的打印的油墨 就是我们传统的魂力图 C20 C30 那个是我们C150的魂力图打印的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了 C280的魂力图 一般的建筑是C20 C30 不会超过C50的 而我们现在最新的魂力图 已经达到了C280 当然我们现在在挑战 由我们沃萨运的石墨烯技术 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描述了 它不光是在强度上面的提高 它可以导电 它可以把我们的建筑变得智能化 以后我们的灯没有了 很多传感器都会加入到里面 当你回到家里 所有的东西空调已经打开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建筑自身的智能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青浦园区 对我们这种科研技术的包容 因为做创新是有非常大的风险 特别是我们做建筑 这个风险很大 我可以冒着各种这种风险 但是我们的领导 也同样跟我们一样背着这个锅 在做这个项目 担负着这样的风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栋楼 我们看到我们植一层 你们看到的柱子 看到弧形的柱子和墙体 全都是打印的 但我们的楼板和梁不是打印的 我们用了传统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妥协妥协和我们园区的领导 去商量 他们基本没用我们这么干了 但是我们再看二楼的柱子就又不一样了 墙体 我们再看你们仔细观察我们的墙体 几乎每一块板都不一样 每一块板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需要获得这些数据 我们这次也非常感谢 我们蓝通三建的周总派的谈对 我们安装了这个窗子 你们安装窗子的小伙伴 说我们每个窗洞的墙都不一样 有的好打 有的不好打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块板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到了三楼 我们再看看 连楼板 梁 柱 围墙 全都是打印的了 这个我们有一些内行 你们一会可以去慢慢去研究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好 当然我们今年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发往日本的景观的树池 大家进门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 我们这个园区给大家报告一下 没有排污系统 我们的污水不允许排向市镇 更不允许排往河里面去 那你们进门时候应该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的排污系统 整个所有的我们的上下水的排污 都要经过我们地下的一套处理系统 最后再经过我们的植物生态 才能排到河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营创 在这个园区做的事情 将来你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我们的所有的污水 不像市镇排放 这就是我们的承诺 谢谢 好了 您创绿色的雄环 产业梦 您创 我们将在全国各大城市 和我们的政府去合作 和我们当地的企业去合作 我们将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那我们就是看到的 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3D打印技术 不仅可以应用于绿色的建筑产业 也能够延伸到绿色的 雄环产业 未来的城市 未来的交通 未来的乡村 等各个方面 这个发展绿色雄环的产业 相议习总书记说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 帮助政府做环境整治 升级产业 打造无费的城市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实现低风险 高收益 快转新 这就是我们要跟政府合作 带动当地的产值 带动就业 带动拿税 医商招商 和企业合作 我们就是要降低成本 节约材料 节约人工 提高效率 缩单工期 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我们的未来城市 什么是我们的未来城市 我们这次在我们的苏州的 围艇90平方公里 我们打印了我们的 这个公交车站 打印了这个公共厕所 打印了这个社区的垃圾分内房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头片 这是我们打印的 已经进入了社区 那我们要在社区干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的 今天我们不单要把建筑垃圾 要回收 而且我们要把社区的生活垃圾 要回收 我们还要帮助社区的低收入的人 在这个社区的就业 把垃圾回收 到我们这个分内房里面 经过我们处理 特别是今天 大家很头疼的 餐储垃圾 餐前垃圾和餐后垃圾 都要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 经过处理以后 变成社区的种菜 种花的肥料 变成我们养殖 通过我们的技术 维生物技术变成养殖 可以养殖的蛋白粉 这个充分再拿来做这个种植 也可以做一些扶贫的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社区垃圾分内 房的好处 那当然这个房子 在这个社区是很漂亮的 旁边我们看到 我们做了这种各种的 种植的这种结构 随着房子可以移动 那么将来这个就是一个绿色的 艺术的一个垃圾分内的小屋 而且很彩色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对于未来的房子的想象 那么未来的房子 不是直拿来住的 它是一个景观 它是可以种植 它的所有的空间 可以为我们提供 我们想吃的水果素菜 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想做的未来的建筑 那么通过去年 我们在我们苏州的园区 我们看到墙上可以种菜 瓜葛飘香 这个房子上面也可以种果树 这是我们3D打印的海绵城市 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有一个露面 就是做的海绵城市 透水的露面 那我们这个季下的基础设施 无水井化粪池 这个是我们给一个养殖业 就是滑藤木叶 他们做的这个无水井 养殖业的排污 管理的是非常严的 不能生动 所以说这些管道 地下的无水井化粪池 全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 雨水进行收集 然后这个园区 我们下雨的雨水 都被收集在我们地下的池子里面 当不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水 再来进行灌溉 我们这个厕所里面排出来的所有的东西 都要经过过泥 变成我们植物的肥料 才能够排出去 那么这些水都来作为浇花 种菜 变成了一个大的雄环 这个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成功了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为城市做的这种交通 这是我们为这个我们 这个苏州这个绕城高速的 第二弹的生命章 一会大家也可以在现场去看一看 那是这个曲线的 用高级的一句话 直线属于人类 曲线属于上帝 属于上帝 那未来的建筑 未来的各种基础设施 是仿生的 不光是满足我们人类 而也要满足我们的动物 植物 生物和微生物 我们和谐的相处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想讲 我们的未来的交通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 未来的交通 它是立体的 在满足我们的 你看我们就拿一个公交车站 最简单的 今天我们的公交车站 只是一个棚子 我们去到一个城市 用你的工业雇费和城市的雇费 变成这样一个美丽的公交车站的时候 你在等公交的时候 可以上我们的零排放的厕所 你贡献的是肥料 你在这个等公交的时候 你可以上无线的WiFi 你可以这个地方 疫情期间上面有检测 我们有无人的售卖机 你可以买早餐 你可以买购物 你可以买水喝 你可以有无人的咖啡喝 这才是真正的惠民的 还有空调 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 这就是我们想和政府合作的 我们去到哪个城市 我们一定让我们的城市的公交车站 变成这样 我们的公共厕所到处可以找到 我们的公园 有各种的惠民的场景出现 我们的城市 未来的交通是共享的 是共享的 是密集的 它附带了各种各样的功能 好 这几张照片 就是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那么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为交通领域开发的新产品 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 就是我们为交通领域开发的产品 这是受我们交通部的委托 交通科研院 我们联合科研 联合推广 联合标准 那么他们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 洞扎 那么现在打隧道的大量洞张 没有地方逮 到处逮 占用这个农田耕地 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来 把你的洞扎 用在你的陆基上 第二个他们头疼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修了这么多的道路 虽然满足了我们雏形的方便 但是把我们的动物植物 生物给切割开 甚至造成了我们动物植物 生物的灭绝 但今天有了3D打印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轻松地把洞扎 包括我们的工业固费 城市的各种垃圾 圆着我们陆两侧的这种城市的垃圾 工业的雇费都能够用在我们的陆基上 而我们今天打印的陆基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是异性的 我们要研究动物 他们喜欢什么样子的 给他们不但对他们不进行切割破坏 而且为他们建造一个更舒适的家园 这就是我们要请动物专家 植物专家去研究我们这个道路通过的时候 这两岸的动物植物生物 他们是什么样的 是哪些动物植物生物 保护他们 保育他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到的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未来的交通 你们将会看到 未来的道路是这样的 下面已经不是一个吐路基了 而是这种悬空的 中间都是空的 动物可以通过 谢谢 好 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是我们做的透水的路面 这个路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 只是透透水 这个经过了我们的打印技术 因为可以做各种空间 考虑到我们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的 包括它的怎么样降噪 身影 第二个就是这种空间里面有各种管道 可以快速的排水 第三个里面有维生物 他们的家 怎么样分解我们的路面上的这些脏的东西 还有一个通过红溪现象 把我们汽车的尾气 吸附在这个下面 然后再灯钩 经过我们的维生物 处理完了以后 一下雨的时候 再把这些雨水再排出去 整个这样的一个回用 这样的一个循环 好 这个我们讲讲未来的乡村 那么今天我们农村也在开始 不是城市在大拆大建 我们现在的农村也在开始大拆大建 那么我们可以 把我们整个农村的拆迁下来的房子 百分之百的在回用 在回用 包括我们农村的这种各种种植养殖 垃圾分类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3D打印技术的结合在一起 那做成一个循环 那做成一个雄环产业 我们未来的农村是这样的 房子上面 房子是艺术的 房子上面可以种种这个种树啊 种果树 种瓜葛啊 跟我们田园很美妙的融合在一起啊 这是我们这个五年前在我们苏州研究的一些模型啊 这个未来的农村的一些模型啊 好这是我们跟我们相伴我们成立了合资公司 我们专门在这种农村 今天我们的吴总也来到现场 给我们吴总一点掌声 我们相伴的吴总 还有我们的这个 他的董事长朱胜轩 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 这个绿色环保 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这个设计的情怀的 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我们打算在农村 这是我们在同乡要做的一个项目 叫峰子凯的 你看 未来用我们自己拆下的垃圾 把它房子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城里人羡慕羡慕啊 对一定是很羡慕的 好你看 这是我们将要在广州的佛山要做的田头房 1000个田头房 看看农民的田头房都是艺术的 是3D打印打印的 看看 漂亮不漂亮得大家赶紧拍 看 美不美 这就是我们这个 吴总团队设计的这么漂亮的田头房 我可以告诉大家 艺术的东西 只能通过3D打印来做 它的成本才有优势 因为3D打印 没有模具 不需要模具 如果传统的方法做成这个样子 一定是需要模具的 所以我刚才说到 怎么样给你带来价值 这就是3D打印的价值 所以未来的乡村是很美的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都不想待到城里了 就想去农村待了 是吧 你看种种田多美啊 田园的风光 住着这种艺术的小屋 太浪漫了 特别是这句话 就是我们吴总告诉我的 哎呀让我很兴奋 马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房子 好好的做 把它做得好 全国有6000万户农民 如果每户农民 我们只让他花3万块钱 用他的垃圾 这个顾费拆下来的东西 或者让农民去到处去 捡这种顾费 我们把它进行合成 做成我们的油墨 给他们打印 让他们只花3万块钱 买一个这样的房子 就是1.8万亿的市场啊 多激动人心啊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所说的3D打印 我们可以 做的这个 这个生命方舟 方舱医院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 这个各种隔离屋 我们这次除了我们 这个在咸宁 这个黄石 这个日照啊 这个等地方 捐了很多的这种隔离屋 这些隔离屋 都是从我们这个工厂 捐出去的 还有我们今天看到外面的 还有巴基斯坦 没有拉走的 还有一批隔离屋 我们现在包括美国 我们都在积极地争取捐赠 我们捐赠的不是隔离屋 捐赠的是爱 更多是捐赠的是我们中国的科技 我们看看 未来的这个 这个各种这种房舱医院 占地医院 都可以用这种技术 包括我们的 我们可以看到房子上面 可以种树 各种各样的疫情的 只要你设计出来 我们都能给你打印出来 这种管道窝 都变得非常容易 当我们把工业固费 城市的固费 变成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喜欢 你会慢慢地接受它 这是我们 这个好像是在索马里岛 要做的一个医院 它是属于一个占地医院 好 这是我们所要做的 这个雄患产业 那我们将在全球 全国 各大城市 建立营创的 这个3D打印的 我们的这个雄患产业 那我们每去一个城市 我们将会干这三件事 第一个 就是建这三大基地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油墨雄患产业基地 把你这个城市的 所有的工业固费 你头疼的东西 城市的建筑固费 装饰固费 都给我们 甚至包括你的 餐浅垃圾 仓口垃圾 都给我们 我们都帮你给处理掉 变成我们的油墨 变成我们的雄患产业 大家不要搞混的 生活垃圾 我们处理完了以后 变成肥料 变成动物的磁料 做扶贫项目 做扶贫项目 其他的工业固费 城市的建筑固费 装饰垃圾 都会回到我们的油墨工厂 作为我们的油墨材料 第二个就是要建我们的装备制造基地 和我们的3D打印的产品的应用示范基地 这是我们的油墨 把它变成油墨以后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打印机 你想打啥就打啥 你不要了 再给它回收了 再打一个新的 所以说我们打印的建筑 不光可以卖也可以租 还包回收 只要经过银创打印的东西 我们一定给你承诺包回收 你可以换一个新的建筑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这个装备式建筑的基地 这个装备式建筑的基地 通过我们今天3D打印 这个工业互联网的技术 我们所有的打印机 不管是今天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 工厂打印机也好 我们扯载的高速公路的打印机也好 河岸线的船舶打印机也好 还是无人的履带式的打印机也好 在应对各种恶劣环境下也好 我们都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工业互联网的技术 5G的技术可以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 所以说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通过就地取材 把你的工业顾费 城市顾费变成我们的油帽 给你打印各种房屋 这个基础设施 可以让全球的设计师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挥你的设计 把你的设计运用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这个基地里面 还有很多的共生系统 比方说我们的集中采购系统 我们的供应链系统 都会和我们的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去分享 让我们的客户获得一些实惠 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个打印的基地 我们会在当地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合作 在当地把我们在全球的设计资源 比方说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很异性的东西 各种房屋 只要我们打印机打印过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分享给你 你可以在当地去运用 我们支持你 一起在这儿共同来建厂 包括这个给你提供各种培训 技术支持 整个设备的这个这个远程的控制和联网 包括现场去给你配一些专家去指导 帮助你 临风险多收益快转型 我特别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临风险多收益快转型 那么我们过去传统的建筑成本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子 现在的建筑基本上 在我们南方 50%的是材料费 50%的是人工和措施费 安全措施脚手架 工艺措施模板 那3D打印技术是 银元不用模板的 没有模具的 脚手架也不需要了 那人呢 用我们的数字化技术 用我们的3D打印技术 用我们的远程控制技术 用我们的5G技术 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指挥你的打印机 去打印这个房子 机器换人 省掉了工艺措施 这个模板 安全措施脚手架 这就是给你带来的价值 至少把你的成本从3% 过去的这个利运从3% 增加到20%以上 甚至更多 特别是异形的 这个就是我们想做的 好 这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银创作为3D打印建筑 设备材料应用的探索者和 宁跑者 诚挚地邀请你 加入我们的行业 共同创新 共造未来建筑的产业圈 银创有一大把的 3D打印建筑的彩色梦 有的是方的 有的是长的 有的是圆的 有的在河边 有的在桥梁 有的在家园 只要银创3D打印 只比华各的地方 大块的草坪绿了 大朵的山花红 大片的天空蓝 大条的河纽青 银创用科技的黑白 温柔的爱 创新的色彩 在创新的彩色里 支扭的朝圣科技的 这个黑白 从黑白到彩色 就是从模拟 向数字智能发展 每一次的技术革新 都在给生活 创造彩色的梦境 我就是一个 追随彩色梦想的人 像赵百高主任 谈的那样 加速中国自主创新 推进3D打印建筑技术 在新基建 全球市场 大规模应用 让我们携手推进 这个 这一场全球化的大采购 让山更清 水更绿 天更南 生活多菜 更美丽 谢谢各位 まず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in